关心老人家的健康 新北市议员陈柯明 结合居家养生公司 到社区为长者免费进行 经络的按摩 希望让这些乐林族 能够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们 而陈柯明亲自体验之外 并表示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能继续为地方争取更多的福利 造福市民 通常老人家因为久坐 加上又很少运动 时常为痠痛所苦恼 有建议池 新北市议员陈柯明 特地结合民间居家养生公司 为社区长者免费进行经络按摩活动 希望让这些乐林族 能够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们的健康 这个居家的DIY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长者 藉由我们这个DIY的这个治疗 这个疗愈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一个很好的一个窩心 平日忙着为基层服务到处奔破的陈柯明 亲自前往关切 当下老师还邀请议员实际体验这项经络推压柔案的养生方法 让议员的肩颈可以得到放松消除疼痛 陈柯明表示有了健康身体 好让他继续为地方争取更多的福利 照顾市民 在耳后的日子当中 我想我也会跟我们的里长 好好的来配合 为地方 为社会 来争取更多的福利跟建设 老师在现场也以最简单的DIY教学 告诉长者 平日在家也能够自己动手养生 让经络畅通 自然疾病就不会上升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